哈喽,大家好 嗯,就说一下 要有控制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没有控制 你失了控制 那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比如说最基本的 就是对身体的控制 你是不是能够控制住自己 不贪睡 能够早起 能够精神集装 能够精力充沛 这就要求我们 对身体有控制了 我现在对身体的控制呢 比原来好一些了 原来我大概每天呢 当然如果我想早起 我可以早起 但是呢 我会很懒散的 一直睡到十点多 十二点 有的时候一天要睡十 十个小时 这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我就是像散养那种 根本没有控制 可是呢 要做成事情就要有控制 怎么让自己有控制 戒律 戒律帮我们修定功 有定功 你就一定有控制了 看你的戒律 修成什么样子 嗯 所以呢 给自己定几条戒律 是在你可行的范围内的一些戒律 每天一定要做到 不拖沓 对一些花花事物不贪恋 慢慢的修起来 加油